今天晚上中甲联赛一样重燃在火 给大伙介绍一下系辽竹的阵容配置以及赛季千战 毕竟这个盾相比于去年的沈阳城建的 人员变动还是比较大的 也没有博主的愿意花时间去做相关的内容 导致大部分球迷啊 也包括我对于系辽竹呢 也就是这次辽宁铁人盾的情况也不太了解 这里面也要感谢资深球迷辽审FC新闻 帮我科普了一些系辽竹的相关姿势 好来介绍一下阵容方面 攻击线上尼尔利亚外援其内度 身价是38L 之前效力于赛潮 身高1米92 典型的黑又硬 具备很强的投球和混战强点能力 不过盘带和传球技术都略显出场 但冲击力比较猛 基本上就是拿球直线硬趟 拿体格是强死对手 从类型上讲的 这种大老黑在中甲都能混的比较开 中场能够持续微柄的话 但塞季15个球应该也是不成问题 第二名外援是日本球员邦本一遇 身价78L 一年前还在扑操打主力 之前在全米现代也是大腿级别的表现 早些年还和扇球王做过队友 他的综合能力去中场 打一个攻击型中场 或者是10号位都是比较轻松的 混到如今的境地 你纯粹是自己说的 近些年场外和更一致的问题太多了 铁车问题球员的标签 我感觉近年辽宁铁车能走多远 全看这老个犯不犯病了 另外一名来自弯弯的桂花千锋 阿燕 预计在6月份左右的窗口期到队 除了几名外援之外 他替补前锋 还有小将张家明 是张文海的儿子 07年出生 是同年龄段的佼佼者 去年在中甲联赛就练过相 前一段的热衬赛还进了一个绝赏 这位球员大伙可以中年贯注一下 没准还是国足未来的主力前锋 而两个遍路很有可能由桑尹和白子剑 大人主力 桑尹上三季在大连都是效力 敬严丰富 白子剑是沈阳成天的旧将 速度也比较快 当然他也可能后撤去打变后卫 在变路轮换方面 还有泰达明术 回家炕和前辽主球员类用词 这俩人大伙应该比较熟悉了 在中场方面 队长杨健 算是队离自立最老的球员了 有一脚传球 在场上也能胜任多个位子 有点赵俊哲在辽主圣牙后期的感觉 属于湾锦尤的类型 应该会触人手放 而前大连一放球员 后效力于武汉三振的端云子 也是中场位置上的重要补强 其综合诈力应该是中场球员里面最强的 在轮换位置上 还有前大怒怒的核心中场告开胜 也是一名被低估的球员 当然大伙最熟悉的 肯定是前辽主球员杨宇 但我估计上场的可能性不太大 顶点就踢一个十来分钟 毕竟数数太大了 在后场方面 外员萨比尔将会锁定一个着重位的绝对主力位置 和他搭档的将是前大连人的中后位临综场 以及前亚太旧样茅开宇 从能力来讲的 这俩人打个中甲肯定是绰绰有余了 两个变后位上 上赛季球队的主力江峰是一个选择 又二世纪小将贵子寒 听说也要该搭变后位 以及前辽主旧江松臣 加上战赛男韩天林等球员 能用的人还是不少的 门将位置上毫无疑问将是李学博 主教练是告明奇 而球队幕后的实际掌舵人还是领队端息 总的来说 今年辽宁铁人队这投入不小 也含出了冲烧的口号 但本赛季中甲的竞争激烈程度是比往年要大得多 像广西和云南投入大 南京和石家壮的八底硬 这几个队的张面实力 我认为都略强于信辽竹 还有像大连和广州等队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所以辽宁铁人队到底能走多远 还得开赛之后见分晓 不管怎么样 是纠结于信就辽竹 还是过分强调血统论 这支球队 现在毕竟挂着辽宁的名头 你介不介受 他现在也代表着辽宁足球 这年头讲话了 有球看他就不错了